开车吗还是 好快快快快 对啊你们有车子吗 有车子吗 车子那边去吗 眼看小男童身体不断抽搐 还口吐白沫情况危急 远警二话不说 马上跨上警用机车 什么都不必说 上车便是 抢救小生命刻不容缓 只见远警载着男童父亲 父亲手里抱着男童 三个人一路往医院方向狂奔 一路上尽管浩志是死的 但人是活的 只见警车鸣笛声不断 先是红灯右转 接着遇到前方有车挡路 再按喇叭警示 接着还跨越双黄线 再来一个闯红灯 沿途能多快就有多快 管不了超速的问题 本月十二号下午两点多 在平车区花财节会场 有一年轻的父亲 抱着两位两岁的诱饵 匆匆忙忙跑到我们 在会场内设置的机会台前 请求我们警方的行驻 他说他儿子身体不舒服 有休克请醒 那当价就由我们警车 护送该幼童及家人 到附近的医疗院走 救治 好在经过远警这一番 十万伙计的强救 男童送医治疗后身体状况好转 检查后才知道 是因为感冒引发的热静软 有惊无险 这刘志展业禁语 陶尔莫德